院長 人員委員 去年10月21號 普悠瑪的悲劇 帶給台灣社會非常深沉的傷痛 我們相信沒有任何人樂於看見 這樣一個重大傷亡的慘劇在台灣發生 如果說這件事情單純的是意外 事後有認真的究責 查明真相 我相信這些傷痛一定會隨著時間而過去 但是讓所有的罹難者家屬 到今天沒有辦法諒解 沒有辦法原諒的事情是 從事故的第一時間開始 我們的交通部 我們的鐵道局 我們的台鐵 沒有反省 一再的說謊 一再的遮掩真相 從一開始說 那個列車才剛完成六年大保養 後來發現根本沒有做 說阻風蹦很少故障 結果發現故障的次數上達百次 一直根本沒有修好 甚至於歷經了兩次所謂行政院的調查報告 報告所呈現出來的結果 沒有真正的救命事故的真相 沒有認真的檢討 大家看到的只是一次又一次的謊言 一次又一次的傷害受難者的家屬 更讓大家沒有辦法接受的事情是 我們的行政院院長賴清德先生 就在這個國會殿堂裡面 他所做的承諾 在本院進行專案報告的時候 是要告訴大家真相 結果呢 在這邊進行總質詢的時候 連發生事故的阻風波 充滿了雜草 泥土 羽毛 早就調查出來的事實 可以選擇遮掩 可以選擇掩飾 在這裡被戳破謊言以後 我們的鐵道局 竟然跟媒體放假消息 放假新聞 說維修手冊上根本沒有說要清潔 這一次又一次的謊言 一次又一次被拆穿了以後 大家看到的是什麼 大家看到的是 有三個所謂的局長被忌大過 一個半退休 一個在觀光局當局長 另外一個現在在另外一家公司當董事長 這是什麼樣的懲處 沒有真相 沒有究責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辦法 給受難者家屬一個交代 我們為什麼保留刪除鐵道局局長 特別費的案子 這是最起碼要做的 到目前為止 他們還等不到真相 我們期待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 謝謝黃委員 那麼各黨團退派的代表均以化言完畢 我們現在來處理交通委員會保留的部分 請宣讀第152案 時代列浪黨團提案 交通部鐵道局一般行政特別費全數凍結 四交通部鐵道局於一個月內調查完畢 並對外界說明後提出完整檢討專案報告 並赴立法院交通委員會進行專案報告 發行同意後實的動資 宣讀文畢 那麼針對第152案在協商的過程式保留 最後也徵求各黨團的同意 第152案我們就召喚通過 請問院會有意 無意本案召喚通過